烘焙用油大厂南桥上海厂区预计在下个礼拜正式完成签约 并且在明年初要开始动钩 初期计划先建造油纸还有冷冻面团的产线 投资金额大概是2300万美元 农历春节过年送礼 两岸烘焙用油以及食品大厂南桥喜银旺季 前11月合并收达到121.99亿元 售后传逸7.46亿 EPS3元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业绩强烟 南桥加速拓展产业规划 旗下上海厂即将签约 并在明年初正式动工 上海厂投资金额约2300万美元 折合台币约6.9亿元 除了原先计划新建的油脂产线之外 也计划设立冷冻面团产线 可望在2015年投产 南桥强调冷冻面团将是公司在大陆下一个核心事业 规划10年内成立7到8个生产基地 此外因应集团急速扩张 南桥重新规划未来5到10年的营运蓝图 初估3年内至少砸下50亿元 扩充台湾大陆泰国等失业群 同时前进中东欧盟以及东协市场 可望推升营收翻倍成长 福利山路关于台北报道